好,那现场的同学你可能会看得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应该一般来说讲师才会看到的那个画面 那我会尽量把它调整到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画面的部分 好,那如果都是大部分90%是新的使用的同学的话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Enroe20呢 来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执行的一些功能 也是帮助大家可以在研究上达成什么目标 好,那一开始先用一个动画来了解 那这个Enroe它就很像是一个你的电子版小书柜一样 所以Enroe它帮助我们的是做知识管理 那您可以在不同的这个载具或者是电脑上面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的平板或者是桌机 那还有云端的这个账号 你也可以来进行同步跟备份 好,那当然各位可能会想要知道 哪一个的功能会是最完整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桌机版的会是最完整的功能 那像同学如果你有这个iPad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下载Enroe 不过你会发现里面的功能呢 它比较偏向于收集文献的部分 好,那另外一个云端的部分 主要大家会使用它是来同步备份你的资料 以及跟别人做分享 好,那这边因为是主要跟新大的同学做介绍 其实因为学校是订户 所以大家有一个特权 就是如果你透过我们Enroe学校提供的这个版本 来注册一组账号的话 可以有一个无上限的储存空间 那这个是帮大家研究方面的资料 做备份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好,那如果一开始建立好自己的小书柜之后呢 当然就是到各个不同的来源 把资料收集进来 有资料库 有可能之前你已经收集了很多的全文档 那后面可能还可以用这个Enroe来帮你 从各个资料库里面查找资料 直接会进来 或者是有一些不容易得到数目资料的 你直接用这个自己输入的方式也可以 好,那前面这几种收集资料的方式呢 其实大部分都只有数目资料 也就是你看到O3的抬头这些栏位 好,那除了就是PDF这个方式 你本来就已经有全文之外 其他都只有栏位 好,那同学们要做研究 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就是有这些数目资料 你可能会希望有全文 所以后面我们会介绍到怎么样去夹带你的全文 以及利用Enroe来找全文这样子的功能 好,那找到这些资料 当然你需要去做一个备份会比较安全 因为其实你的电脑的状况很有可能会导致你 可能辛苦收集的这些资料就是突然不见了 或没有办法使用 好,那我们有一个备份在云端的方式会比较帮助大家 之后即使有一些意外也可以救的回来 所以我们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注册一组这个Enroe Online的账号 好,到这边都是把资料搜集进来 那后面其实大家在写作的部分很重要的是 可以利用Enroe来很快的产生出 大家都要烧很久的那个Citation跟Reference的这个List 好,那后面都会直接来操作给大家了解 并且也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实作 好,那我们的一个说明顺序大概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纲 好,那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一些专有名词 像我们在文章当中各位看过Paper的话 里面内文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符号 或者是像这样夸号里面作者年代的呈现 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叫做引文 那其实对应到英文的名称它叫做Citation 那就是这个比较短或者有时候是数字的呈现 好,那它上面的资讯通常不是那么完整 所以你通常需要到哪里呢,大家都知道 可能都是文章最后面的Reference这个清单 那它对应到的这一笔资料里面就会有比较详细的这些书目资料栏位 让大家知道这笔要去哪里找到相对应的文献来了解 所以我们除了常听到的Reference之外 这边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Bibliography 那其实这个Bibliography它指的是整个清单 那我们这边简单的让大家知道一下它的一个概念 它就是有一个对应 那这两个名词有时候会在一些西文的资料库当中出现 那也是我们在Andal当中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所以简单的介绍给各位 那为什么要来引用的这些理由 我想各位从近几年的新闻应该都还蛮清楚的 有时候如果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引用 可能之后就会上新闻之类的 所以我们在现在就要好好来学习怎么样利用这些软体工具之类的来帮助我们 减少掉一些疑虑 好那一开始我们会了解到安装的部分 好那我们先跳出来 安装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去找到档案来下载 那这个画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就是学校的电子资源查询系统 那我想学校应该知道大家都很需要这个数目管理软体 所以它直接把这个项目直接独立出来 上面第一个就是安装了 好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点出来 好那这边就会有一些说明 好那特别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到底你的电脑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可以使用 安装20 那怎么样的状况可能需要用比较旧的版本呢 好那首先呢就是如果同学你的电脑是Windows的电脑的话 一定是要Win10的电脑 Win10的电脑才能使用 那如果您是使用Mac的电脑的话呢 目前Fixer就是最新的这个MacOS 11.0这个作为系统的话 就没有办法使用安装20 好那先了解一下现场的同学有没有人是使用Mac的 可以帮我举手 好谢谢 好那我也来看一下线上 OK现在目前线上有12位同学 如果你也是使用Mac的话 请帮我回复一下数字的5好了 好那请记得是在聊天的地方回复 那个问题的地方不要回复 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那这边的这个软体下载呢 他就有做了一个项目出来 所以这边点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学校也提供了比较以前的版本 那如果同学你用的是Win7的电脑 或者是你的这个作为系统 可能没有办法支援 安装20的一个条件 比如说我再加一个让大家了解 就是包含你的那个Mac 应该是说这个Win7的版本 其实也是需要考虑的 好 Andro 19版的话 从2007的这个Win7到365 它的Windows版本的Win7都可以支援 那Mac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同学你的Windows是2007的这个Win7的话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看到Andro 20的这个外观 或者是相容性比较没有那么高 好那所以在Andro 20呢 它是从2010开始去支援Windows的Win7版本 那Mac的话就更严格 从2016 那当然我知道学校应该 大部分都是有提供 学校授权的这个Win7 所以你可能可以去下载更新到比较新的Win7 所以同学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用最新版的Andro 20的话呢 那就是需要去找到它对应的这个文数处理软体的版本 那当然如果是Mac的同学 你也可以用Pages 但是Pages它在一些插入或者是引用的一些功能上面 相容性是没有像Word那么好的 所以这边提醒同学一下 好那有一件事情也是要跟同学们说明 因为有部分的同学是之前19版的用户 所以可能会想知道 到底我要继续使用19版还是20版 那基本上在Library的开启方面 假设你都是用19版以前的版本去开启Library 像19.2版 然后18版 17版 这些Library是可以共用的 就是你直接传给别人 然后他们直接就可以在自己的版本里面开启 但是只要是在19.3以上包含今天的20版了 其实它就没有办法跟以前的Library相容 所以同学如果说你把以前19.2版以前的这些Library 放到19.3版包含今天的20版来开启的时候 他会问你是不是要转档 转成新的档案 那在转完之后呢 才能够在你的Node 19.3包含20版来做开启 好那这边是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 如果同学你还没有安装20版 你只是想先了解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就是先看我的操作 那现场的同学因为学校的电脑已经有提供了 所以应该都可以直接利用学校的20版来操作 应该是已经都灌好在学校的电脑里面了 不需要等一下的安装是不需要再去做解压缩等等的 好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下他的安装 那虽然有一些朋友是旧用户 但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安装的部分需要留意的 因为新的同学可能不太清楚常常会卡在某个地方 好下载下来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压缩档 那这个压缩档呢 请记得要按右键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呢会产生一个资料夹 里面会至少包含两个档案 那通常同学会点哪一个档案开始安装呢 你会看到的是左边这个档案通常你会点开来 但是在点开来之前呢 请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关闭所有的Office软件 包含你的Word或者是PowerPoint 好那在点击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license好像没有什么用 那你错了 因为这个license是学校购买才有的一个授权 所以你只有在这两个档案都在同一个资料夹 同一层的时候呢才能够进到正式版安装 如果你不小心或者是觉得这没用就把它丢掉 你可能会得到的是适用版只能用30天 所以这边特别提醒同学们 好那在后面的画面其实大部分都很容易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单位名称跟序号 就代表进度到正式版安装 那我们后面都是一直点按Next就可以了 好那上面这个license agreement就是接受授权同意 那我们这边选按I accept 接着点按Next 好那这边的Typical跟Custom要怎么做选择呢 Typical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安装最常使用的一些Apple style 好那这边简易安装的部分呢 安装的是大概500多种的书目格式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下面Custom的话呢 它会是安装7000多种的格式 好所以同学你就知道这个在安装的时间跟在电脑空间上面是有差别的 那其实如果你安装Typical的话呢 跟Custom里面AndNote的功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只是差在你可以选择的那些output style的不同 假设同学你都用APA D6版 那我建议你不用选择下面Custom 好因为Typical里面就有APA D6版了 那你只要选择它就好了 那Custom的话它因为很多东西 如果里面没有你要的但是你装那么多 其实对你的电脑反而跑的会比较慢 所以同学你一开始可以先用Typical 那如果真的觉得 我就是要需要很多的格式 我要装好装满的话 那你选Custom也没有问题 好那如果你选Typical 点按Next就安装完了 但Custom的话 你点按之后还会需要进到这个选单里面 好这个选单里面就是告诉我们 你可以自己来选择要安装哪些额外的元件 包含我们这边刚才说过的style 好那怎么选择呢 就是到上面的End of Windows 这到三角形的地方点击之后呢 它会有三个选项 那么选择中间这个Intel Feature 好下一步有没有看到 插插的部分变方框 那我们就可以点按Next 它就帮我们安装完毕了 好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蛮容易 那我们直接来开一个Library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是在开始功能列这里 好那通常在下面的一开头的这个项目当中可以找到End node 画面上看到的是End node在今天释出的一个Update 就是今天是End node第一个小版本的更新 那我们请同学们等一下不用做更新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更新会跑多久 我还没有试过 因为它今天才出来的 好那我们直接按Cancel就可以了 那当然它的更新的项目在里面有说明 好那我们Cancel之后 它就会帮我们把开启一个Library 那一般来说它是预设去开启之前你开过的Library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开的时候 它应该是 我先把它关掉 好一开始同学们应该会看到像这样的画面 上面的话是开启一个已经存在的Library 所以可能比较适用于同学你之前已经使用过已经有自己的Library 那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同学 你通常要使用到下面 就是Create a new library Create a new library 它预设的档名就是My annual library 那我们可以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名称来代表自己用的这个Library 好那这样跟之后跟别人交换的时候 或者是再改动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建议同学第一次使用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 好我用今天的日期来取名 好那这样应该它就会帮我们开启一个小书柜 好那同学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基本上呢 左边的这些项目都是我们的Reference的一个分类 还有一些功能它会藏在里面 那像如果是以前使用过的同学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的小图示它已经藏起来了消失了 好那以前也需要切换三个模式的部分 现在已经都整合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左边状态列的部分 好像Online Search的话 就是它直接在这里就可以执行 好那中间的话一样是以前呈现的 整个书目清单的部分 以及如果会进来这些书目的时候 在最右手边你会看到它的预览区 以及它的这个格式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操作 让大家了解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如果说同学你之前使用过 不知道某些功能跑到哪里的话 也可以直接发问 好那我们在这个版本呢 要跟同学们说明一下 它已经没有像19版那个时候 可以自己去切换面板的 它的面板就是固定这样 你只能就是直接的去拉动 就是它的大小的部分 好那这是比较简洁啦 就是它的一个新版本的设计概念 是希望可以简洁它里面的所有的功能跟图示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开启的这个Library 到底可以放在哪里 当然我们放在本基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些同学可能会想要在云端上面做使用 比如说放在Google Drive上面 直接就觉得说它马上就可以同步 让我在别的地方开启也是没有问题 那必须说因为同步的这个云端硬碟呢 它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同步机制的关系 会让你的小书柜毁损 所以说请同学们 不要直接把它放在你的云端硬碟上面 好那我们在备份的话 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备份的话 我们后面会提到说备份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好 好那注意一下就是 同学们等一下也会使用到这个资料库来做练习 如果你想要进来的话呢 就是先需要到学校的这个电子资源查询系统 然后到资料库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打WS 好那这边查询 好上面你会看到SCIE SSCEI 这些 它其实都是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Walber Science 好那不管你是选择上面的SCIE或SSCIE都可以 好那点出来之后都是我刚才使用的这个资料库的画面 好那点出来之后都是我刚才使用的这个资料库的画面 先检索之后 然后利用备用次数排序 排序完之后去勾选出我们想要的文章 排序完之后去勾选出我们想要的文章 然后再也按到会出至NNote桌面板 然后再也按到会出至NNote桌面板 然后再按到会出至NNote桌面板 然后再按到会出至NNote桌面板 好下载下来这个档案注意一下它的副档名就是点之后这几个字 它叫CIW这个档名的副档名的话呢是可以这样点一下就直接汇入到你的NNote桌面板里面 好那我们回到Library就看到这四笔刚才下载的资料 跑进来了 好那如果有对这个资料库的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有兴趣的话 我们之后学校也有开实体课程 好大家可以再来报名 好那这个是学校订购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库 所以请同学们也可以多一点来使用 可以帮助同学节省比较多时间在自己过滤文献这方面的时间 好那另外一个我们介绍的是Google Scholar 同学们有使用过的话应该会知道它是一个免费的资源 所以其实你只要从Google里面打学术搜寻或者是Scholar就可以了 好那这里的话我用 好那这边我们用空气温暖来查找之后呢 其实你看到这边的结果它并没有那种核取的栏位喔 所以其实它就是需要使用单篇下载的功能 每一个记录下方都会有一些功能 那我们直接去找到双引号的部分 双引号点击之后呢我们在下方看到EndNote 上面不管有什么你喜欢的格式请不要被它迷惑 因为它只是一个文字而已不要理它 我们要把东西放到EndNote里面比较重要 所以这边下载一个Scholar.enw档 那我们一样这个档案也是点击一下就可以汇入到你的Library里面来 好那我重整一下画面 OK它已经出现在这里 好那同学如果你觉得刚才这样子又要去选择的这个步骤有点麻烦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个更快的设定方式 就是你到你的浏览器左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三个横杠 下方有一个齿轮设定的部分我们点进去 到最下面的参考数目管理程式 我们把它显示导入EndNote交出来之后 屠存 好同学们有没有发现画面上多了什么东西 导入EndNote对不对 所以这个步骤你不需要再进去选了 你直接点击一下它就下载你想要的EndNote档案 所以这个方法更简单一些 好可是如果同学你觉得这样的人生还是有一点遗憾的话 没有关系 因为就是在这里呢有另外一个方式是可以帮助你一次下载很多篇文章的 不用每一次一笔就下载一次 那这个方式是需要你先登录自己的Google账号的 我把这个画面移开 先登录自己的Google账号 那Google账号下面会有一个我的图书馆功能 这个功能前面有一颗星星 那就代表你想要批次下载的这个记录呢 就在下方的空星星星点击一下 就可以变成时星的放入到我的图书馆的列表当中 它的概念就像是购物车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呢去选择你放进来的这几笔资料 好然后再找到汇出的功能 一样找到EndNote 好那下面的ENW档它的档名就比较不一样 叫Citations 告诉你一次可以下载很多笔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一次汇入多笔资料 OK 好 那另外一个我在介绍大家也可能会常常用到的是 这个佛硕士论文加值系统 它是国图所建制的 所以从Google里面打佛硕士论文应该也可以找得到 那在这边我已经用知识管理来做查找了 它预设是论文名称 那我们点按Search 好 找到了2000多笔的资料 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去选择你需要的这些文献 像我这边先全选之后呢 数目资料输出格式我找到EndNote这个选项 就是RS Format 意思就是它会产生出一个RS格式的档案 那这个档案是可以让EndNote支援使用的 好 那最后我们看到UTF8的输出字 就是我们要的所以不用改动 好 输出这个地方呢 虽然很明显很多同学会一直按它 但是请不要为难它 它是一个页签 你要按的是下面的储存 点击一下之后呢 下面才会有一个RS档出现 好那这边点击一下 那它就可以汇入我们的EndNote Library里面 好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新闻资料 跟现在的中文资料 其实都可以顺利的在EndNote当中显示 好 那每次汇入的都只有在这个地方有10笔资料 那前面的跑去哪里呢 好同学们可能可以看到在 左边的状态列呢 上面有一个All References 其实全部的总和都在这个All References里面 那为什么要先进来Importing the References呢 就是因为它要让你确定这几笔资料 你会进来的这些栏位是不是正确的 那如果你发现好像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 其实你就可以在这个步骤先进行修改 修改方式就是到我们在右手边这个预览列 好那预览列的地方 你这边是可以自己来做它栏位的调整 那有时候同学会发现 这个东西怎么不见了 不知道从哪里照出来 没关系 你就只要点两下 它就又出现了 那你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或者是直接跑到Edit里面 这个版本的话你要点击Edit 然后再进到里面来做修改 那当然这边的栏位你都可以自己修改完之后 再把它Save 起来 好那关掉就可以了 好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介绍了三个资料库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介绍其他资料库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先让同学们 自己来操作练习用 那既然画面已经在PARTMAT 我们就直接来查找 好那生意领域的同学 应该都还蛮熟悉 PARTMAT这个资料库 所以我们就不多做介绍 那查找进来之后的结果呢 就在上面可以直接用核取栏框来勾选 好那我们进行勾选之后 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Cent Tool 好那这Cent Tool呢 我们可以找到最下面这个功能 叫做Citation Manager 它告诉你刚才选的三笔 这边Create File 下面的NBIP档 大家猜应该要怎么做呢 好就是一样 游标点一下 它就会到我们的Library里面来 好这就是刚才的那三笔资料 但如果同学你要的资料比较多 可能要整页的话 那怎么办呢 就像我刚才一样 什么都不要选 然后呢直接点按Cent Tool 一样Citation Manager 它的预设就是 All Results on Dispatch 所以Create File 下面一样NBIP档 那就会把这一页的资料全部一起汇进来 好 那另外一个呢 是中文期刊的资料库 所以华语线上图书馆的部分 同学们可能也会需要了解一下 好我用资料素养来做查找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当中 也都有核取篮框 所以很简单 直接勾选 再来书目汇出就在旁边 所以点击之后 我们去输出到End Note汇出 好 一样是EnW档 所以同学们应该都知道这一步要点一下 然后也就会汇进来了 好 那到这一步同学们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累积了这么多的档案 那我的预设是下载资料夹 这些档案呢 它到底能不能删除 还是删除之后 我这里面的数目资料会不见呢 那这边跟同学们说 其实这些都只是暂存档 只要你有点两下之后 或者是像刚才在Chrome里面 点击一下之后 汇入到Library里面 它就已经完成它阶段性任务了 所以请问同学们 这些档案可不可以删除 可以 好 OK 那我们再回来 好 那除了刚才那种比较简单的 直接汇入的方式呢 其实也有一些资料库 它是需要比较多一点的步骤 才能够汇入资料的 那我们这边 先举的一个代表就是中国之网 好 中国之网的话 如果同学你要做一些 跟中国或很多 都是中文资源的研究主题 比较相关的 那请你也要留意 认识一下这个资料库 好 那首先我们先到里面的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 好 那像有些同学可能是文史方面的 他想要研究《红楼梦》的话 里面就有非常多的文献很值得参考 好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一样是核取栏框 那我这边简单的全选 好 那因为它是中国建制的一个半官方的资料库 所以它的用语会比较不一样 它在旁边叫做导出的功能 就是我们的汇出 好 进来之后请同学们注意 这边的处理结果 大家常常会忘记做一件事情 因为它现在目前用的是引文这个格式 同学你有看过引文这个格式吗 好像比较少的对 但是这是中国常用的格式 那我们要改成什么 我想大家都很聪明 但是厂房这个步骤就会忘记 请记得把它改成 EndNote 好 这样的特色就是里面的栏位会多了满多东西 那最后一步就是输出到本地文件 你会看到下面一样有出现一个档案 但是它是 TST 档 所以当你很开心的点一下之后 你会发现它只是打开一个记事本档案 所以请同学们记得 如果你下载的是 TST 档 请先回到你的 Library 回到 Library 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档案汇进来 那汇进一个档案的路径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 File Import 好 那它是一个档案的时候我们点按 File 好 这个左手边的 File Import File 好 Import File 的部分呢 去选取你刚才下载的这个档案 预设就是在下载资料夹当中 那如果你的排序是以日期时间排序 就会在最上方 那或者是你找到一个很多数字为档名的一个 全文字 TST 档 开启之后 重点来了就是下面的 Import Option 这个地方要选择到它对应的 否则你即使汇入对的资料 你也没办法汇入这些数目资料进来 那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游标停住的这个 Add No Import 好 那下面的这些选项不需要特别动摊 我们直接点按最后的 Import 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刚才喉咙梦的这几笔资料 已经都汇进来了 好 那如果同学你觉得这个方法好像有点麻烦的话 那也没关系 就是你可以改他的档名 应该是说副档名的部分 那有些同学你的那个画面如果像我这边一样 他是隐藏他的副档名的话 就是在简致的地方把副档名勾起来 这样你就看得到他的副档名了 好 那你就看到这个 TST 档 那我要怎么做呢 如果我觉得刚才汇入的方式有点麻烦的话 我可以重新命名 那我不是要重新去取他的档名的部分 我是要改他的副档名 你可以把它改成 RS 那这边的提示你就是确定变更就可以了 你就会看到他长的是 RS 的样子 那我点两下 他就会变成可以直接汇进去的模式 你就不需要记录路径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同学们就可以来试试看 好 那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 从资料库汇入你的书目资料的方式 这个其实是最多你会得到 这些书目资料的一个来源 因为你知道就是点一下他就直接汇进来 实在是非常方便 但是也有一些同学你可能 之前就已经收集了很多的全文档 那来看一下有多少的同学是这样的状况 如果你已经有收集很多文献的全文档 请帮我举手一下 好 谢谢 看来现场有三位苦主 那我们要如何来帮助他们呢 好 那首先就是来了解一下 如果说这些全文的部分到底是哪些条件才能够正确的汇进来 好 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PDF汇入的一些成功条件 包含它是西文的档案 那如果同学你搜集的都是中文的 那可能贿赂的一个状况就是不太成功 但是还是有办法补救 我会跟各位等一下说明 好 那除了西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前两页当中 他通常会包含他自己这篇文章的DOI码 DOI码如果同学们不太清楚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现在文章也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字 所以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一串号码去带出很多相关的栏位资料 好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你需要有网路连线的一台电脑 那所以在后面呢我们会分成单篇和整个资料夹一起汇入的这个步骤 单篇的话跟刚才的汇入方式很像 只是它的设定要选择PDF 那如果是整个资料夹的话呢 就是一样的入境下面的这个Folder选项 好 所以同学如果等一下你要来试试看这个功能的话 首先你需要有这个PDF已经下载了 首先你需要有这个PDF已经下载了 但是因为这个是为了已经下载了很多全文的同学 来介绍的所以你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你可以去练习其他的功能 这个不是一个非必要的部分 那来让大家看一下我在桌面上 已经放了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就是已经放了我之前搜集的一些档案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利用Node的方式来做汇入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可以从我们的左上角File选单当中去找到Import 然后去找到File 单一篇档案的话我就从这里面去选择到在资料夹里面的 选择一篇文章开启 好 好 那这边留意哦 Import option呢 你要选择到的是PDF 那也特别提醒 如果你是Mac的电脑 你用的是Mac电脑 你的那个Import option 它是在这个画面的左下角 有一个叫做Options的地方 但是因为它实在太不起眼了 你常常都会忘记要选择它 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选对了之后 再Import进来 这样东西才会真正放到你的这个Library里面来 好 这是单一篇档案 那请问同学 这篇的数目资料有没有顺利的汇入 有 为什么 你看到它O3的抬头 是是都有相对应的欄位进来了 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呢 它有对应的DOI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它的这个DOI的话 就是把这个文章打开来 好 那文章打开来 在20版它的一个方式是在这里 有一个小三角 小箭头 好 那这边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用 AndNote它预设的游览器 Open之后 就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篇文章的内容 有没有看到它最上面就有DOI在这里了 OK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必要的DOI 那记得同学 同学们要记得 如果说你在这个版本 希望可以做笔记 要画重点的话 尽量是在AndNote它自己的这个阅读器里面来画 好 那我来 让大家看一下它在哪里 它在左上角 这个放大镜旁边 Marker annotation的地方 好 那这边把它画进 然后这边做 画重点 等一下我们再会再进一步说明 只是刚好这边我们跑进来的时候 简单说明一下 那做完之后你可以把它 把它儲存起来 就是你要关掉的时候 它问你是不是要儲存 按Yes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要看到这篇文章的内容的时候 这个是DOI 它就是镶嵌在文章里面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那如果是你要一次汇入非常多篇文章的时候 通常你会把它整理成什么 资料夹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一样 File Import Folder 好ImportFolder的部分 我们一样去找到我们想要汇入的资料夹 那像刚才这个资料夹的话 它下面没有纸资料夹 就是没有另外一层 像这个的话就另外一层 这个我们直接选取之后按确定 下面不用特别更动它 然后呢 下面这个PDF本来就是预设的 Import就可以了 那如果比较多篇文章 它就会跑动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那趁这个时间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在之后如果有一些新的教材的更新 会在哪里出现 好 那跟各位说明一下 在Google里面你可以打Shorray资讯 其实打Shorray应该就知道了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那个关键字后面 常常跟着是EndNote 大家讲到EndNote就会想到我们公司 所以呢 就会连着在一起出现 那我们今年是把教训训练的网站呢 独立出来 在这个地方 右手边的地方 那我们直接点进来之后 它就是我们今年新设计的网站 好 其实我们也有直播课程 但是当然今天的课程是线上加现场 所以比较不一样 那直播课程的话就只有 就是通常只有老师在线上讲课而已 但是你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报名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使用手册 今天没有带纸本的讲义QRC给大家 就是快速参考卡部分 是因为现在还在修订印制 那之后应该也会有机会再来清大 所以呢也会印好之后再把纸本带给大家 当然现在五纸化可能大家不一定那么需要 但是如果你想要电子档的话 我们之后都会更新在这里 EndNote这个平项下面 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作业系统来做下载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影音教材 影音教材的概念它其实就是我们已经录好的影片 所以你不管24小时半夜睡不着觉 你都可以上来看这个影片 那你可以直接跳转到 因为我们之后会做每一个功能的节点 那你直接可以点到节点去看你所需要的部分 好那我们回到EndNote Library 现在汇入的五篇资料之内 其实就只有我们刚才选的这一篇 是有正确汇入数目资料的 那其他的其实都看起来好像没有 所以他其实在title部分显示的都是他的档名 那各位也不用太觉得无奈 觉得要放弃 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就是我们的title的部分 好那title部分呢 你可以从这边复制 那假设说他的那个这里读出来的title 并没有读到他的档名 或者是像这种上面是用乱码出现的话 这个去找就没有什么意义嘛 你就可以怎么样 一样把这一篇文章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上面就会有他完整的title的部分 好复制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刚才的google scholar 好但是这边特别提醒 同学如果你要找一篇新的文章的话 请问放在这里可以吗 这是找你自己放进我的图书馆里面的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清单当中的 那如果你要找某一篇文章的话 当然就是要回到寻找全世界的文献的这个界面 好那再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如果确定就是这一篇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一样点按星星之后把它放到我的图书馆里面来 好那很多篇都做完之后 其实包含什么 包含中文的文献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会进来的文章发现 它是中文的 那真的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这些书目资料的话 也可以利用同样方式 把你的这些文献放到google scholar里面来 google scholar的好处就是在于 它是去收集全世界的文献 所以你不管哪个语文的 其实包含中文的也可以找得到 好那找完之后 再一次到我的图书馆里面去批词汇出就可以 好那像这篇如果我把它放进来之后 我把它下载了 下载之后呢 我把它汇进来 反而变成什么 反而变成是只有书目资料 然后没有什么没有全文档 那我怎么知道没有全文档 因为前面没有什么回文针 回文针就代表它有夹带档案 那如果一根回文针都没有 那就代表什么档案都没有 一定是需要之后你自己在做夹带 好那同学们 如果你要做夹带全文档的时候怎么做呢 就是先到这里来 好书目点击之后 在Summary的状态之下 找到它的attached file attached file呢 再去找到它放在哪里 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点选这篇文章开启 好那如果你点到其他篇文章的时候 它就会问你是不是要存档 再按yes 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会帮你把它两个连在一起 好这是PDF汇入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同学 如果之前有使用过这个online search的话 会发现它现在已经整合在左下角的状态列 好那online search比较适合是 譬如说同学你现在有一篇生意领域的资料 然后你觉得你不想要在那个pame上面 又要连过去 然后再找你只是要书目资料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连结 第一步就是把你想要取得这个资料的来源 你先确定一下 好我现在的NOS有点乖乖 我等他一下 你先确定你的资料来源是哪个资料库 像第一个的话 各位可能有听过就知道是那个美国国会图书馆 好 那我们如果要找生意领域资料 可能会点到pame 那你就是在把你的这个title可以放进去 好那我是随便放一些条件 好那他就会跑动帮你做搜寻 不过今天他的脾气我不太确定 他会不会帮我们找出东西来 好那也说明一下就是其实你连到不同的资料库的时候 他上面的栏文会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他是因应每个资料库而设计的 但是还是比较推荐同学们 你直接连到资料库去查找资料 假设说你一次是要找某个主题很多的资料的话 请回去原本的资料库找 因为他的筛选器才会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你在endnote这边的话 不好意思现在画面没办法出来 因为他今天闹脾气 所以看不到我们想要找的那个结果 他在这边只会显示一篇一篇的 然后你只能一篇一篇点 旁边出现他的树目资料 所以你要自己用肉眼一篇一篇去看 而且他找到的笔数可能跟你在pame上面 就是原本资料库找到的笔数不一样 因为很多资料库他都有预设做一些扩展检索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资料库找到那么多 那我在endnote里面用这个连接找 找到的比较少 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们预设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等一下我再试试看 如果他回复的时候 我再试一次给同学们看 好 那我们先回来 另外一个状况是同学如果说你想要找的 你想要引用的书文献资料 或者是资料来源 他是来自网络或其他 比较不容易取得线程数目资料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 有一个Covid-19的防疫关键决策网 那这个网站如果你要引用它的话 你可能会想到说 可能明天里面的资料又不太一样 我可能只是想要截取一个重点等等的 那这些部分你要怎么样来做 这个文献的自己建立的这个步骤 好 那首先我先把title复制起来 假设你有很重要的资料是在里面呈现的 好 那我们回到library之后呢 就找到这个快捷键 这个小图示 下一笔新的reference 好 那它现在的一个呈现是general article 建议同学们reference type 你可能在一开始就先确定 那像我们刚才那一笔资料 很明显的不是期刊文章 所以我们把它转到下面去 它有50多种 那譬如说我认为它是一个web patch 就是网页资料的话 那我就把它转换成这个模式 你会发现里面的栏位很不同 所以一开始先改会比较好 好 那title部分把它放进来 年代部分也 一定是需要的 那作者的部分呢 我已经有一个制作好的小抄 让同学们了解一下 该怎么样去建立笔新的资料就可以了 好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说 如果你要输入这些作者名称的话呢 它会有几种模式 一个是名在前 姓在后 那你看到中间就是多一个空格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姓是在前面的话呢 它后面会先需要加一个逗号 再加空格 那后面才是它的名字 好 那记得 你看是不是一个人就一行 所以代表说一个作者就要一行 如果你需要再加一个人的话 它就是按Enter就可以换好了 第三个呢 很明显的不是人 它是一个机构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要把机构全称放进来 好 那因为它是网页型资料 所以你什么时候去看到它 然后还有引用到它的这个时间点 也要给它 好 那因为它网页型的来源就是以网址为主 所以呢就需要回到页面来去复制它的网址 然后URL贴进来 好 如果你怕里面的资料隔天又不一样了 你明明看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它名键不一样 你白口莫辨的话呢 你可以按右键 好 这边有个列印 对不起 好 列印 并不是要把它变成纸本 而是呢 这边有个另存为PDF 把它儲存起来 好 那这个页面如果 刚好就是你想要引用的一些 资料的画面的话 就可以把它放在 譬如说桌面上把它存档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里面 把我们的这个下载下来档案呢 夹带进来 开启之后 好 已经放进来了 我们再把它save 好 那它就回到我们原本library的画面 所以你刚才自己建立的已经在这里出现了 那如果你有需要再看到这篇文章 我们备份的画面 就是再把它打开来就可以了 OK 好 以上就是我们各种不同方式汇入的说明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明一下 在找全文的部分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找到这么多资料 那我们本来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只有数目资料 所以像这一笔的话我们需要去夹带它的这个全文档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attached file 那像因为这个是中文的资料 它目前就是只能够你去下载全文之后做夹带 但是如果同学你找的比较多是西文的资料的话 那就可以像这里 我们看到的西文的文献就可以先把它选取起来 如果一次要选取连续的多笔 那我们就可以先按住shift键 然后点击到最后一笔你想选取的 这样就可以连续选取 那如果说你想要不连续的选取 你就可以按住control键 好那像我这边就选了几笔资料 那control跟shift它可以就是交替的使用 像这里我就是先control加shift 就可以这样子跳着连续多笔 好选取完这几笔资料 都是你想要找全文的之后呢 我们再去上面的这个快捷键当中 我们有一个文件当中放大镜的图示 这个就是帮助大家找全文的功能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点击一下 好这时候左边的状态列 就会出现5-4 test 那它就会告诉你 现在你选的几笔资料正在查找 还有目前查找的一些进度 譬如说如果有找到相对应的全文下载连结的话 就会出现在found url这样子的项目中 那如果是found pdf 这个就是同学们最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帮你怎么样夹带了pdf在上面 这个就直接帮你放进来 你什么事都不用再做 也不用下载也不用再夹带 好那第三种呢 那found当然就是同学比较不想看到的 但是一定会遇到的状况 因为学校并不是每一篇的这些期刊 一定都会采购到 都有权限 那全世界的学校都一样 所以呢 同学们就是可以先利用这样子的功能来 第一步筛选看看哪一些文献 可以透过endnote直接去找到 并且夹带全文进来 那这个功能大家觉得是在学校做还是在家里做会比较好 在学校嘛 为什么 学校才会读到 学校购买 采购哪些资料库有权限可以下载这些文献 在自己家里的话 应该不会有同学这么 每年花几千万的资源在购买资料库 所以呢 这边提醒同学嘛 比较好的方式是在学校来执行这个功能 那另外一个方面 他因为是会去帮你下载全文的 所以同学们 请问你可以一次选择几千几万笔 开始用这个功能吗 别的学校有同学这样做 然后他们呢 就发现有资料库有管员来找他 为什么 因为这样造成大量下载 资料库对于大量下载是非常敏感的 同学们应该读研究所都会跟图书馆有很大的 很密切的关系 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那后来那个同学就是害学校 这张库不能用很久 然后呢 还要自己写英文的回过书 那同学们要练英文也不要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就是一次大概几十笔来下载是都没有问题的 好 那现在看到结果有三种 我们最多的Found PDF 这是我们最开心的 你看有没有用这个方式就帮我们夹带了很多 学校已经有采购或者是他本来就是OA的文章 好那另外一个Found URL 这个也不要放弃哦 他虽然没有帮我们夹带文章 但是我们可以点击一下然后呢 去找到他的URL 好那可能在Edit的地方我们可以去找到他的这个网址在哪里 那通常他就是提供这个全文的主要来源 好所以你就可以 好这边 同学们之后可以再连过去 好原本提供全文的地方 他会帮你把这个网址呢 在浏览器当中打开 是你这个系统预设的浏览器 好那我们先回来 已经知道了找全文的功能之后呢 我们再了解一下 像刚才其实有一些重复的文章 那如果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文章给去除重复的话呢 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确定你去除重复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就点击到Orbansys 再来的话呢 我们到这个画面一直被挡住 好我们到这个Library这里来 好那这个Library这里呢 它就有一个功能叫 Five Duplicate 好那为什么我的头出现了呢 好这边的Library呢 点按Five Duplicate 那这边就会帮我们出现 用两栏式的画面呈现 可能哪一些文献它是重复的 那它的那个 判断的标准就是Other year title 跟Reference type 好所以 只要它被系统认为是重复的文献 就会在这里呈现 让你可以自己去做决定哪一笔要留下来 好那当然有时候同学会很难做抉择 因为两笔可能都有它自己比较多的栏位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copy and paste 把某一笔补得比较齐全之后呢 再keep this record 好那如果说你刚才会进的那几笔 其实都是一样重复的 你只是因为操作过程中 今天只是一个练习 所以很多重复的 那没关系 有一个更快的方法 直接按Cancel之后呢 它会把比较后来才汇入的这一笔 它highlight起来 highlight的作用是之后你要删除这一笔资料 所以这里反而你需要去做一下决定 因为假设说它highlight起来这一笔 是有全文的要删除的 结果另外一笔是没有的 那你当然不要把有全文的删除嘛 那这时候怎么办 假设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是你按住Ctrl键 然后点选在另外一笔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这时候再按你的删除 那删除的话呢 我们目前在初始版本是按右键 Move References to Trash 或者是你用Ctrl加D 但是根据原厂它提供的那个小版本更新呢 好像新的这个小版本可以直接用Delete来删除 那因为我这个版本 为了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进行升级 所以同学们回去可以试试看 看可不可以选择之后直接Delete就可以了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让同学们了解 可以在写作方面的运用 好写作方面的运用的话 写作方面的运用的话 我们就是会让同学们看一下我们准备的一篇文章 好那这篇文章呢只有小小的几段话 因为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跟我们Enroe外挂的名称有关系 Enroe外挂在这里会出现 好那当然上面就是显示你最后一个安装的这个版本 那像我们这台电脑就是Enroe20 好那这边外挂如果 选择了之后呢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外挂里面的一些功能来插入我们的印文 好那这个外挂的名称叫 有另外一个名称叫Sci-Wire-Write 就是边写作边引用 那当然就是提醒同学你写完一段话 可能是来自于一篇文献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工具 很快的把你相对应的文献插进来 好那同学们可以想像如果那些插入的格式呢 如果是那种很复杂的 或者是作者年代这种呈现的 你可能都要按照你想要引用的格式 然后一个一个去想到底要怎么插进来 试试其实就很影响你写作的那个流程 你有时候文思全有 然后每一次都要担心自己插错这个文献 或者是有没有格式错误 然后就断掉了 这个一定很大幅的影响你写作的这个速率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利用Andro 来插我们的文献 好那像假设刚才那一段是来自这篇文献的 我们就是选取之后呢到我们上面的tools选单 sci-fire-write 然后呢第二个insert selected citations 好那它的快捷键是alter加2 我知道同学会觉得这个路径很烦 其实我也不喜欢 但是同学你可以在这阶段先用alter加2 或者是可以用这个路径 好那那一开始你刚才有提到 就是你要先把你的游标放在一个正确引用的位置 然后呢再到你的library里面来这么做 好所以我们这边点击一下 好然后它就不见了 我觉得这一台电脑的那个Andro好像真的有一些需要修复的 所以今天的画面都会有点奇怪 好我再重做一次 好我再重做一次 在其他的版本其实第一笔插入的时候也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那同学们通常第一笔就是耐心一点等候候 好它插进来了 一般来说同学们在插入的时候呢 它预设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Citation的部分 那下面就会吓死你 因为你会发现怎么那么多的文字在里面 这是因为它的格式 Annotated 它下面就有这个摘要的部分附在最后面 那同学们不用太担心 等一下再修改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方式的插入 刚才的方式需要从Word跟Andro之间跳一跳去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在Word里面完成 引用的工作 一样第一步是把你的游标放在正确的位置 再来呢就是找到上面的这个外挂 好外挂最左边有一个Insert Citation 好第一个Insert Citation 我们点出来之后呢 请记得在这个地方先把你的关键字放进来 好那因为如果你没有放关键字的话 其实这边看起来都是空白的 会让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那这边请同学们 要把你的关键字放进来 好那它就会把所有关键字当中 还有这一笔 所有它的那个书目当中还有关键字的都叫出来 让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一笔或多笔的选择 像我这边插入三笔资料 好这次是不是就快多了 那下面它也会对应的产生出这些Reference的部分 好那像刚才还有另外一笔就是我们自己建立的 好同学我今天因为中间很多就是Endnote他没吃饱饭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晚一点点下课 如果说你有需要先离开的话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都有录制起来 你可以回去再看我们录制起来的那个档案 我知道大家可能后面也是会有其他的课程 好那我们在这边把刚才自己建立的这笔插进来 那像我这边选择之后呢 又回到Word里面来也可以做什么 你只要插入刚才那一笔 你自己建置的那一笔资料已经选择好的话 你可以选择第二个叫Inselected Citation 因为你已经选好了 你不用再去搜寻 所以用第二个 好那它再插在前面 好那我们已经插入了之后 可能同学们会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赶快改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格式 因为这个看起来实在不是一般的可视 好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像我们刚才有做的 在外挂当中这个Style的部分 选单当中可以去选取你需要的 但是选单里面只是它预设常用的 所以有可能你想要的不在上面 好我们先选择一种 让这里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 好像这边APA第六版 点击一下 好有没有看到它这个reference 马上就不一样了 你一秒钟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好那当然如果你要数字格式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 然后它就一秒钟改换 好这个其实就是同学们大部分觉得 如果你选择使用的数目关于软题之后 最方便的一个地方 假设你要随时的引用文献 你不需要停下来 那一秒钟就可以完成 你可以继续写你的文章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改 因为有时候你插入的资料 有可能是眼睛看错了 我应该要选另外一笔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你在删除的时候呢 删完之后又跑回来 想说现在又不是七月怎么会这样 好那其实就是因为 它后面都是有灰顶 就是有这个annode语法 有annode语法它就会自动去控制 如果你把它删除掉它又会再出现 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删除 或做任何编辑的时候 请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用你的键盘来编辑 包含删除也都是一样 那怎么做呢 就是点击在这一块区域的任何地方 然后到我们左上角 Edit and Manus Citations这里 好点击之后呢 就可以去找到你想要删除的这一笔资料 那后面Edit Reference 这里就你可以编辑的选项 比如说要删除 就Remove Citation 点击OK之后 有没有看到它就消失了 那对应下面的这些Reference 也会引起不见 好那 把它叫回APA D600 好那另外一个 我们可能会需要修改的就是像这里 假设你在一句话前面去做引用的话 它应该讲这个样子吗 应该它的作者要成为主持对不对 所以它的括号要放在后面 年代的部分才对 好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用键盘来删除它吗 不行了 好那所以一样的Edit and Manus Citations 但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状况是它并不是资料内容错误 而是格式需要修改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笔的下方有个Formating 我们把它从预设改成Author Year 然后呢 这边也补充一下 如果你引用的是一本书几百页的话 是不是你通常会告诉读者某几页是你想要讲的重点 好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页码附加在这里告诉你的读者 这样它就不用整本看完还找不到 好那再来的话 Perfect Surface同学都大概知道它是自首自尾的意思 意思就是你可以在Citation的前后加上一些字句 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请大家参考某一个报告 你就可以加在这里 那这边我们把这边的说明放在同影片当中 今天的同影片会提供给同学们 之后来课堂后做复习参考 好那这边点按OK之后 有没有看到它就改动了 这边的作者变主词 那年代也包含在括号当中 以及我们的验码区段也加在后面 好可是这边同学们可能看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 诶 这边怎么Welfare 只有出现那个卫福部的最后一个字而已 好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在 在资料当中呢 给它的这个作者 他都不会知道他们到底是人还是机构 所以他都会把最后一个空格之后的这个字呢 当作是姓氏 那如果你要让它完整呈现的话 就是在这个名称 我们在设计机构的名称后面加两个逗号之后 Save 起来 好儲存好之后呢 回到word好像还没改对不对 那怎么办 好没关系 上面呢我们会到这个 Update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 这个就是NNord当中可以refresh你语法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这边点击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卫福部的全称了 好 那同学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上面的功能 Style好像只有这几种 那如果我要用别的怎么办呢 那就是可以到上面的Style 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这台电脑当中所有安装的Update 那当然你会发现 如果像这台电脑7000多种 你要找到你那一种很麻烦的话 我们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个选单关闭 再回到你的Library里面来 那我们刚才比较没有说到的部分就是 在Summary这个状态之下呢 下面这个栏位其实是可以让我们预览 这一笔你现在所选的书目资料 在某一个格式之下 预览的reference的样子是什么 好那这里呢也有一个Style 因为它一样是选择Update的清单 这边点击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可以用关键字来选择你Style的一个选单 好那这边假设说你想要投稿的是Nature 这一本期刊的格式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把Nature放进来 好关键字放进来之后 请记得按键盘上的Enter 有没有发现 期刊格式名当中还有Nature的这些格式 全部都在列表当中 那我们选择需要的之后呢再去点按Choose 好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再回到word里面来 原本本来没有Nature的这个选单 就多了我们刚才选过的Nature 所以我们在这里直接转换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数字格式的 那这边的好处是像这里 现在目前看到的是1跟2 对不对 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文章前后的那个 关键想要改动它的语句 用Nature的好处就是你把它改换之后 你整段要拉 包含那个灰底的全部的地方都要拉 有没有看到它本来是1、2 现在变成什么 3、4了 那如果看到下面的reference 也会跟着它的逻辑改动 所以我们再把它拉回去 几秒钟之后它又会变回我们刚才的1、2 这个就是用Nature的好处 好 那我们再写到后来 其实可能会需要交给你的教授或者是投稿 好 那这时候其实会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个纯文字党 因为当中如果有Nature的语法的话 有一些期干他们的系统是不接受的 那这样我们就需要纯层、纯文字党来交稿 或者是做一些修改 那这个步骤也很简单 在我们还带有语法的这个格式 我先把它改成APA第600会比较清楚 我们在这里呢 convert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 然后第二convert to plan test 这里会跟我们说它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文件 那我们确定就可以了 好 是不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纯文字党 这里就可以去改动 但是因为这里是纯文字党 所以你现在再来改动它的格式会有事情发生吗? 不会 它完全就不会理你 那所以这份原本有语法的 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保留下来 否则你又要重插一次很辛苦 好 那这个地方就是请同学们要注意 你原本有语法的一定要保留下来 好 之后有可能还要再改动 或者是做一些格式上的这个修改 好 那再来我们跟同学们介绍群组 刚才有汇入很多不同题目的文献资料 那同学们可能会觉得 在里面的东西好多有点乱 好 那其实我们可以利用群组来帮助我们做管理 群组呢 如果你是19版的使用者 他会一定要放在群组集下面才可以成立 可是在20版的话 比较特别的是 他直接在群组这一个mygroups的功能之下 就可以成立群组了 好 那意思是以前我们都要像这样子 好 像同学们可能会做很多报告 这一个项目都是不同的报告 那它是一个报告的分类 以前的群组需要像这样子 按右键之后create group 好 那这一层我们可以放我们 跟这个远距教学有关的文献 那它的一个概念是贴标签的概念 所以这边我们显示66笔是现在目前找到的 如果我们把远距教学的资料放进来的话 好 好 刚好是这几笔 你就可以把它拉进来 有没有看到你的右下角的地方 就是你的那个箭头右下角就一个小加号 这边就可以把它放到这里来做归类 以前只能像这样子的方式呈现群组 但现在20版的话你可以让群组独立在这个功能之下 按右键之后马上可以create group 那这边是 我给它2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一样 就可以去找到 跟这个有关的任何的资料都可以把它归类进来 好 那我们刚才归了两笔 可是我们看到上面的all references还是几笔 一样66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贴标签在上面而已 好 那像这边我刚才用搜寻的 搜寻完之后其实更方便 因为你知道如果这笔资料包含distance education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边怎么样全圈起来之后 直接拉到你想要归类的项目当中 好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同学应该不会只找这个主题只找一天而已 你可能会分很多的不懂的时间去找新的资料 好 那每次都要这样做其实也有点麻烦 所以呢 enno也提供另外一种类似 用机器人帮你搜集的方式 就是你直接用设定的 按右键之后create group 然后smart group 那这边就可以把你的条件放进来 它会根据你用栏位所设定的条件呢 比如说title当中包含distance education 就直接帮我放进来 好 那这边的好处是如果有新的资料进来的时候 这个自己就会加进来 那这边的话你还要自己拉 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群组 ok 那像你看我们分了 把这几笔字要分了那么多次 其实一定有重复的对不对 可是上面还是一样66笔 好 那记得只有这种自己拉的 你要把它删除掉是ok的 这边你可以delete group yes 5笔删除掉 这边还是一样66笔 但是smart group的话呢 就是请同学们不要直接去删除 否则里面的东西还是有可能会被删掉 这个是请大家注意的 好 那另外一个要请同学们留意 就是刚才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有提醒同学们 在建立你的library的时候 会产生出几个档案 两个 这两个档案 好 那这个是放书目资料 这个是放我们的假带资料档的地方 好 那这两个档案可以放在云端上面吗 好 你如果放在云端上面可能会毁损 所以我们不建议你直接放在上面做使用 但如果你希望放云端上面做备份的话 我们建议同学你回到library里面 用file compress library 在这里就有各种条件 包含如果同学你只想要汇出某一个群组的reference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 好 那这边点按nex 好 那你放在桌面上会比较容易找到 我们也建议同学呢 就是在这个档名的部分给他取另外一个名字 好 那我这边存档之后 同学们就可以在桌面上多看到了一个档案 它是一个字简压缩档 好 在这里 好 那如果跟原本的这个enl档比较的话 它就是中间多了一个网上的箭头 那这个箭头你是可以直接放在google drive里面去做备份的 可是你也会发现它只有一个档案 它其实就是把你的一个library档案 压缩成这个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 就是在电脑上面先把它存取下来之后呢 再点两下 打开之后它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library 好 那 那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希望可以取得一个刚才介绍 听起来很厉害的那个enl online的账号的话呢 就是先到你的这个最 最左边上面的这个think configuration 这里可以帮助你先去取得一个enl online的账号 点击think now 那这边一开始同学还没有账号的话 请问要点按哪一个 side up 好 那这边选你比较常用的email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学校的 出入两次之后呢 取得你的账号密码 然后呢 再回到这个页面think now 输入你的账号密 然后呢 就可以进行同步了 那如果你想要看 你的那个在enl online上面的资料呢 就是在你shelp选单里面 里面有一个叫做enl online的选项 它会直接帮你在浏览器当中去 点击到enl online登录的页面 那一样你就是把你的这个 账号输入之后 然后就可以登录了 那我现在登录一下让大家看 好 现在登录进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我之前已经同步过的文献呢 有519币 好 那其实enl online它 在免费版的同学 如果你是使用免费enl online的同学也可以使用 但是它的空间就是好像只有2G而已 好 但是各位如果你是透过enl 来做注册的话 会是无上线的储存空间 那如果我们想要跟线上的这个账号来做同步的话 就是记得你的账号密码要在这边输入 那也请同学们记得 如果你做了同步之后呢 建议同学有一个选项可以把它取消勾选 就是我们在edit preferences 这个选项里面有个sync 它预设的状况是 它的同步会是自动跑同步 就是它一段时间就自己一直跑同步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就有可能同学 你不小心把某些东西删掉 然后两边都同步之后 就两边都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建议你把它取消勾选 好 那取消勾选之后 它当然就不会自动同步 但是同学们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直接自己在这里手动同步sync now 这样就可以了 你确定这个状态是你要同步的 那你再做sync 好 那我再补充一个东西 就是刚才跟同学们简单说过的 这篇文章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开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开 这是用这台电脑预设的pdf 阅读器来开启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之后做的笔记 可以被找到的话 建议用open这个选项 那像这边我就可以用刚才介绍过的 highlight之后呢 给它做一些笔记 那笔记的话呢 当然都是看同学们自己的需求 有时候你做笔记可能就是要告诉你自己 你可能在哪些段落要来做引用 那我就会给它一些暗号 那这边示范的就是用site 然后再把它关掉 这边用yes这样就可以来 儲存 好 那另外一笔资料我也是一样 open 之后呢去找到重点把它highlight起来 好 这边直接放我的语记 好 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利用这边做过的笔记呢 来查找 好 这边关闭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advanced search 就是上面是它的搜寻区 那记得同学在实行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要在任何一个选单往上拉 往上拉之后第四个选项pdf note 就是我们可以去寻找之前做过笔记的地方 我们把关键字放进去之后按search 刚才做的这两笔的数目资料 就会呈现在这里 你就知道这两笔是你之前做过笔记的 那就很快的可以去找到你想要引用的这些文献 好 那大部分的这个核心功能 其实在今天都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那如果会后同学们有问题或线上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利用聊天的方式来反应 那在这边先祝同学们经过学习之后 你的研究速率还有毕业的时间可以非常完满的达成 好 祝福各位 谢谢大家今天的认真学习 谢谢